今天这期视频的话主要是一起对比的视频 现在有很多兄弟是想入手一款大屏的最新款手机 这里的话就是两台机器 一台是15plus 然后另一台的话是15pro嘛 然后我们先对比一下 从外观上看一下它有什么不同 这台的话是一个美版有锁的 它的最外观上最大的区别的话 它是只有两个摄像头 然后波罗马的话是有三个摄像头 然后就是它的精英键啊 这里实在是老传统一样的 首波的 这里呢是按压式的 现在换成了 需要长按 然后还有一个不同的话 就是材质上不同 它是钛合金的 15pro嘛的话是钛合金的 然后它的还是老一样的 外观算的话 其实辨识度还是很高的 一眼就能看得出来 当然价格肯定是也是这个是最贵的 然后我们看一下正面 正面的话基本上就是看不出来了 就是没没区别 但是还有一个很重要的 就是左边这台plus是60赫兹的刷新率 然后右边的台 波罗马是120赫兹 使用起来的话 肯定是这个更需要 那个更流畅的 这台机器的话 也是我们今天拿的 它今天的拿货架是 三千五一八十八具吗 黑色 然后这一台的话 今天的拿货架是是一T的吗 是6150拿的 如果是二五六的话 是5250就可以拿到 关于本机 是波罗马RLA美版 是CM卡一锁 一T 是最顶配的 今年的旗舰款 最顶配的一台机器 反正大家有什么想问的问题 都可以问我 谢谢大家